事實上我也記得正好是10年前 有兩位AI領域的大神 一個是Jeff Dean 也是Google AI的部門幾十年來的負責人 另外一位是Andrew Ning 還好我知道怎麼唸 這個發音很特別 這個溫達 他曾經也是史丹佛大學 人工智慧實驗室的主任 這兩位Google最前沿的研究部門當中 在Google Brand 用了16000顆CPU 花了整整非常長三天的時間 用深度學習 學習了1000萬張貓臉的圖片 讓電腦去認得什麼樣的圖像是一隻貓的臉 最後AI是 然後他就是說 那你畫出一隻貓臉吧 他已經看過1000萬張 畫出來了 但當年還是非常模糊的 但是到了現在 這個當時聽起來很遜的技術 現在你要叫AI去畫出一隻貓 那簡直你根本就認不出來 當時是一個非常轟動的新聞 但是大家都還在笑說那隻貓不像 但是到了現在AI繪圖的成果差別就非常的巨大 你叫Me Journey去畫出一隻貓 他不只畫一隻 他可以畫成間上萬隻 而且每一隻都跟真的一樣 還非常可愛 就想要問林導演跟這個能不能跟觀眾朋友科普一下 AI繪圖的發展史 就是說 AI繪圖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 中間有沒有經歷了什麼樣有趣的事情 那現在最重要的技術突破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理解他 我還是要用比較百塊文的方式來講好了 其實實際上AI繪圖也不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就如果有在深入研究的話 其實發現好幾年前就已經在 那他們一直都在進步 只是進步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或是一般大眾沒有關注 所以會印象中都停留在好幾年前的狀態 那像從去年像之前像Disco Diffusion 他們可能已經出來很久 那那個時候他們可能比較散場化來抽象化 畫面很美可是在具體的輪廓上 都還是沒有到很清晰的程度 那我覺得最多點會是到了 可能像去年的這個Me Journey 然後他們才開始有更大的技術上的突破 所以實際上我覺得Me Journey這個名字也舉得很不錯 這個中途旅程 不過聽起來一直到去年為止 AI繪圖的表現都還有一點差強人意 那今年又是發生什麼樣的技術突破 讓AI繪圖直接大爆發呢 我們就想要來問一下林導演 聽說最近三個月 AI繪圖界是幾天就發生一次 迭代跟突破 比摩爾定律又快了好幾倍啦 那甚至我們覺得我們好像開始看見 這個AI的技術起點的發生 那甚至我自己也在臉書上面 一下子有人就在還在嘲笑 這個什麼AI畫出來的東西不像 雖然看起來很漂亮 但是不像 或者說這個有一些邏輯不通 或者說影像解釋度不夠 但是每隔一段時間就說 哇新版出來了 哇又解決了什麼問題啊 現在又出到第四版 哇又解決第三版什麼問題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分享 它造成這一切發展 甚至非常非常快的有沒有什麼樣的特性 讓他可以這麼的快 我覺得其實在技術上他們不斷的進步 就是畢竟就像就像大家所知道阿芭果講嘛 就是機器他是不需要學習的 而且他的 你知道有資料到數據 他進步速度很快 所以可能在前一年中 可能大家還在挺有這階段 可是他們可能 大家還在笑說 你這東西不像啊 或是什麼東西 可是他們會不斷的油 而且油耗速度很快 所以我覺得是 他們在油耗過程中 已經慢慢 解決了大家講的問題 比如說 邏輯線問題 框架的問題 等等 然後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那其實技術上進步這件事情 大家不會那麼有感 我覺得他們最有感的是因為 他們門檻降得非常非常低 就以前你在學Discord 你至少要懂一些城市 懂一些安裝 懂一些城市語言 但Mijoni他最大的突破 我覺得可能會是在於是 就是你 你只要登入他們的 Discord的官方頻道 打字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東西 就是他的門檻降到了 幾乎是 零門檻 你可能五分鐘可以學會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會讓大家覺得 第一次接觸到 因為他們有時候就是 之前可能就看過 可能不相信 可是只有到他們親自使用過一次之後 才會感受到 哇 原來現在進步速度已經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大爆發的敵點 第一個是技術的提高 第二個是門檻的極度降低 降低到一般大眾的社會 然後所以 今年五月或今年初的時候 大家會爆發 是因為 他們現在 此時此刻才意識到 原來AI技術已經來到了 這個位置 比賽 如果不及時 那邊 我會不會打算 我會不會打算 有一些人 都會對 我會導致 那邊 很多人 都會打算